沒死了 可以印出來自己的 這個APP 還有一件事很重要 100塊進去 自己專屬的喔 好 今天來富士山河口湖這邊 拍了超多漂亮的照片 然後剛很想要寄一張明信片 回去給自己 結果才發現附近 那個商店賣的明信片 我個人都不喜歡 所以我今天要教大家 你怎麼樣用你的手機 或是相機 你的檔案 你可以用便利商店 印出一張專屬於你自己的明信片 然後寄回去給自己 或是寄給朋友 我覺得這超漂亮的 而且紙板超好的 Seven的這台機器 你印出一張明信片 只需要60塊日幣 就非常便宜 其實它有日文 英文 中文 然後我們就點中文 然後呢 接下來就是這個打印 然後我們要打印的是明信片 接手 它也可以用USB 然後MicroSD SD Card 然後因為我們平常都用手機嘛 所以就讓你的手機去選擇 你就可以掃描這個 下載它的App Android系統跟iPhone都用 這個APP 好 要先下載完 然後我剛剛已經先下載好了 我把它打開 然後按下一步 那這邊都會有一些說明 說明完看完了之後你就有返回 接下來我們就要操作手機 因為手機下載完的時候是日文 所以就一步一步的教大家 首先你就是這三個你要選第三個 然後呢第一個 Sono Mama Print 然後這兩個的差別是 你這個你可以帶自己的紙 跟明信片紙來 那通常你來不可能會帶嘛 就選這個 它裡面有 這台機器有準備的明信片的專用的紙 就選這個 然後呢 要印出的是 看你要黑白或是彩色都可以 然後你就可以從你的手機裡面 選你要的照片 好譬如說我剛剛已經有先存了 富士山的照片 決定 好你看喔 它就會跑到這裡來 然後呢 接著下來這個步驟很重要喔 如果你想要印出明信片像這個一樣 旁邊可能有一點邊的 你就可以把這個照片裁切在小一些些 就比較像明信片的感覺 所以這個按鈕 Chotto Chisame 這個按鈕打開 它就會把這個東西弄小一些些 好 然後接下來就是它會幫你做成QR Code QR Code好了之後按這個 然後接下來你就用這個B一下 然後呢 就開始送出去囉 把照片送出去 加入 那它就開始了 然後它就會先給你看說 它接下來幫你把這個照片裁切稍微小一點 就會長這樣子 然後確定之後 你就Print 等一下 對啊 重點是你要先投錢 這也是選擇 用硬幣投錢 然後 60塊馬上就投100塊錢去 好然後呢 就 按Print 然後就等它Print出來 我剛剛是已經 印了一張這個 我覺得它的那個紙的質感真的非常的好 好了 很快耶 很美 就是我今天早上在窗邊拍到的富士山 提醒大家喔 要把你的手機Wi-Fi打開它才有辦法 還有一件事很重要的就是 因為這一張是60塊 我們剛剛投了100塊 所以記得 這裡 找錢 按鈕按下去 然後試試看 喔耶 接下來就可以寄回去了 寄回去給自己 然後你可以 它們真的設計很貼心耶 它們有這個 放進去 完成 美死了 太美了吧 坐在床上看富士山耶 可以印出來自己的 自己專屬的喔 在床上看覆了 然後再到床上看 去到床上看 就好了 就到了 這邊 就到了 我記得